五谷区新真理在圣诞节当天举办庆祝活动 早上场邀请到了长者们参加 而下午场呢则是里内的小朋友参与 里长夫妇不但扮成了圣诞老人和圣诞女郎 还准备了小礼物分送给长者们 五谷区新真理里长郑国荣一先生就引起全场的欢呼 除了他打扮成圣诞老公公之外 太太也扮成了圣诞女郎 要和里内的长者以及小朋友欢度圣诞 今天我们应景特别在耶诞佳节 我们宋长辈糖果还有牛嘎糖 应景让他们可以吃得甜甜 然后满心欢喜 在整个读书会结束以后 身心灵整个做调整以后 让他们更愉悦 关怀据典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做新增的儿哨陪伴基地 对孩子们来做欢庆耶诞 我们准备了这个礼物跟这个糖果 把满满的祝福送给大家 行程满党的新美市议员蔡淑俊 也特别抽空来关怀参与活动的长者们 他也藉由难得碰面的机会 感谢大家的体谅才有全新的向道使用 这个温鲜又欢乐的节日 每位长者不让年轻 新人专美于钱 纷纷戴上了里长夫妇 特别准备的圣诞帽 还有相当精致的巨型杂卡相框 真香拍照留念